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2年 8月14日 星期日 北戴河會議 已經 差不多開了整個星期了 因為他估計不是8月1日開始 以往 通常是8月初 估計是10天左右 但是這次 我們看到訊息顯示出來 估計是星期一開始 即是 8日 到今天就一個星期了 因為星期六日他們也不知道是否算計算 如果算計算是7天 即是星期日 估計可能還要多開幾天 因為現在 好像還沒有甚麼結論出來 因為以往北戴河會的消息一漏出來 其實就會 有哪些人會上位 黑馬 或是今次接班 而今次 其實裏面鬥得很厲害 我們剛剛 收到一則 消息 但是我們也不能夠證實他的真偽 因為始終這些是封閉式的一些資訊 傳出北大河裏面 元老對於習近平 很不滿 有兩個 甚至乎 是帶頭的 批評習近平 那麼他基本上 那個傳出來的說法 甚至乎 是 好像逼供一樣 如何逼供呢 就好像 當年 迫華國鋒下台 一大群 陳雲 李仙念 葉劍英 你一句我一句 黃鎮 拼一拼出來批評 華國鋒 令華國鋒很無忍 身為黨政軍 習於一身的人 竟然被一群元老 當時也是元老 資歷比他 好了 這次的情況 有點相似 傳出來 帶頭的 是兩個 主要就是李瑞環 然後就是朱鎔基 李瑞環 朱鎔基 其實是不是會用在這些公眾場合 其實也不可以叫公眾場合 因為是閉門會議 當然是內部有消息傳出來 我們 其實是目前沒有辦法去證明 真假的 只能夠 是聽 所以 大家也不要百分百信是真 但是也不可以完全當是假 因為這些信息傳出來 其實 不多不少有少許根據 我們 就跟大家詳細說一下究竟 是甚麼信息裏面 這兩個帶頭 如何去批評習近平 其實 如果大家有聽看我們節目 也會猜到一半半 大部分也會猜到一點 詳細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現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說起大陸一定要說香港 今個月的8月31日 在倫敦有個集會 831其實是兩重意義的 第一 當年是 紀念在香港 太子站 被懷疑被警察打死的其中一些手足 當然那個不是韓寶生 因為韓寶生是假名來的 實際上沒有這個人 但是有沒有其他人死在裏面呢 為什麼政府要做那麼多事隱瞞呢 另外一個日子 831 就是2014年 當時的人大委員長張德光下閘 香港雙普選無望 真普選無望 結果 就是引發當年 928 佔領中環 所以831是一個 特別的日子 大家應該要來參與 很多人都忘記了831這個人大落集 我來看看大家 時間當然是8月31日 傍晚6時至9時 地點 是市中心西敏寺對開 的parliament square 議會廣場 我們也請了袁爸爸過來 會 演講關於香港議會 關於香港人的問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說回這次 這次批鬥大會 其實差不多是批鬥大會 消息就說李瑞環 批評習近平 要走回頭路 他說當年 我們很辛苦 才可以搞改革開放 很辛苦 才可以把香港保留下來 香港 那陣殖民地遺留 有很多東西 其實就像紫紫茶茶壺裏面的那些茶粿 你不可以刮掉 你刮掉它 紫紫茶茶壺就失去了它的效用 就沒有了它的原味 習近平就是 將 香港的紫紫茶茶壺裏面的東西刮掉 甚至乎 他要打爛它 另外一個批評的群起攻擊的就是 朱鎔基 當然 朱鎔基當時也說過 香港 交道給我們手上 我們不可以毀了他 毀了他就是民族罪人 而這次 他們是說回以往他們說過的東西 但是 竟然在北戴河會議裡面 在一群元老面前 他們兩個帶頭 當然誰先誰後 他沒有說 被報料的人也沒有說到這些詳細 只是說了李瑞環再次提出 他那個紫紫茶茶壺 就是習近平 親手 刮掉 香港裡面紫紫茶茶壺最有價值的 這些茶漆 是 要經過很長年類的累積 竟然想把它抹去 朱鎔基更加不客氣 就說 搞亂香港 雜難香港 這個是民族罪人來的 直指習近平是民族罪人 其實黨裏面 反對習近平的人大有人在 因為 不論你是個人利益 以及國家利益 都是被習近平 徹底破壞 徹底出賣 所以 我們覺得 即使是傳出這兩位 批評的話 其實我也覺得很合理 只是說回以往朱鎔基說 香港 任何人都不可以把他搞亂 搞亂他就是民族罪人 因為 香港幫助了大陸很多 整個改革開放 整個廣東省其實就是靠一個香港大起 如果沒有香港 廣東省沒有可能成為那麼富裕的地方 深圳 何德何能 可以取代香港 根本沒有可能 一場疫症 已經看得出 沒有香港人的深圳 是死成一個 你自己可以做出甚麼呢 這件事我也覺得很合理 說回外面另外的風聲 就是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 在一個 上海市的歌頌大會 歌頌習近平的大會上 李強缺席 這個 奇怪 由市長兼市委副書記 龔正 姓龔正 去主持 那麼重要的大會 他也不出席 有人就問 李強是不是去了北大河呢 是不是上了京呢 有人說他上去了北大河 那麼他 只是政治局委員 有沒有資格去北大河開會呢 根據常理是沒有的 但是如果他去了北大河會議呢 那是不是意思 習近平要捧他做接班人 又或者捧他入常呢 這個其中外面有一個說法 傳就是傳的說法 但是也有人說上海幫是 大力反對給李強入常 認為李強要為上海的 這個清零政策 這些極端的防疫政策 是揹襲 要他負責任 那麼當然 最終揹襲那個當然是習近平 因為搞彎上海 其實也是習近平的一手 造成 朱鎔基上海出身 他也是前上海市長 有甚麼理由 讓你看著這個 發跡的地方 讓你搞彎 上海已經是中國的經濟火車頭 你這樣搞法 怎麼辦呢 好了 我們也很關心 我特意問上面報料人 有沒有宋平的消息 宋平這次有沒有出席 他就說 宋平沒有出席 年紀太大了 106歲 106歲 不度假了 只是在家裏 移養天年 就沒有去到這裡度假 因為領導人家裏一定很涼爽的 不用很熱的 北戴河 90歲的也有去 江澤民 曾慶紅也有去 有沒有參與會上批評呢 他說 既然圍攻 每個人都有幾句 但是有沒有好像他們那麼嚴厲的批評呢 就沒有報料人沒有說 我們也有人定時向我們報料 這件資料 到現在 我們也想辦法去 核實 看看旁考側擊 有沒有其他人說 暫時也不知道 暫時也未看到有其他人說這兩個人 希望 接下來看看會不會有繼續說一下 例如說真的李瑞環 朱鎔基 甚至乎 講 其他的常委 劉雲澤 其他的 江派的元老有沒有說話 最主要 兩個慶親王 一個是假慶林 一個曾慶紅 假慶林 其實就是把習近平 當時他主席福建的時候 習近平是他報下 他就把這個介紹給曾慶紅 曾慶紅就覺得 太子黨也好 人也很忠厚 給他一個機會 所以他的大哥就是 賈慶林 賈慶林的大哥就是曾慶紅 其實是這樣的 曾慶紅 是他的阿公 如果是嚴格來說 現在我們也想知道 想去收一下 究竟這兩個人有沒有表態 因為也算是他的大哥背 大陸你也知道 共產黨跟黑幫一樣 也是說論資牌背 大陸還是阿公說話 份量一定會大一點 這一節暫時說了那麼多這些消息 不過 我們仍然是 一半半 相信一半 有一半 半信半疑 不會完全信 因為 這些消息很多 不過北戴河 傳出那個 裡面 這樣的內容 沒理由不告訴大家 如果繼續收到其他資料 我會繼續跟大家說 拜拜